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四川眉山市彭山县有个木马莲花村 全村村民给四川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写信 说我们这有一黄木是刘备的 要发掘 然后县里边的文官所已经向全社会发出征集令 就说所有家里的证据都拿出来 跟村民们说连个米缸都有可能是国家一级文物 其实这是曹操牧闹起来的 我已经接到电话 就是四川的媒体打电话问 说你认为哪个是真的 我说这事我根本无从认为 就没有证据 你说的事其实我也看到了 你知道我是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曹操牧的发现 以后呢 现在我觉得是 一个喜剧 最后呢变成个悲剧 现在又要变成一个闹剧了 真是现在中央的很多事啊 到最后就真是都变成人间喜剧 对啊 而且呢 就我觉得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此前做的节目里 都是大家就怀疑啊 可是呢 我也看见您的这个态度 您的意思好像说 在这个考古学界的内部 实际上就是说啊 很多专业知识 没时间跟你们解释的清楚 但是呢 这个事我们有共识 他就是曹操牧 当然这么说可能是 你要想让大家啊 心服口服啊 这很难 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把考古专业的那些东西 做一次普及 特别像我们谈话节目也是 对 你怎么可能呢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你要让公众这个福气啊 首先一点是程序化 你不能出错误 公众实际上不懂专业 你不能让考古专业的人 像齐龙方教授这样的人 去跟每个公众去普及考古知识 这个太难了 你考进北大考古系的人 都是人尖子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在整个这个事 这个事情的公布过程中 你应该做的尽量减少瑕疵 我们说的是尽量减少瑕疵 为什么呢 是因为曹操这个事件 曹操牧这个事件呢 是这个中国人文化史上 起码近三十年来的大事之一 对不对 你像奥运会这属于国际的文化大事 它是有国际影响的 但曹操这个基本是对中国人而言 我老说他的 曹操这个人 对 因为大伙感兴趣 对 都知道这个人 对 他的知名度仅次于秦始皇 所以他会带来巨大的价值 这个价值大家都能感受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他给你带来的经济价值 每个人都知道 这后面有利益 都会算账 四个堆 不知道谁算的 那账都是瞎算 我觉得价值远比这个要大得多 但问题是 你在公布当中 你是不是做得非常让人家看得很舒服 没有瑕疵可让人家挑 你比如他 我刚才 我为什么带这么多东西来 我所获得的信息 全部是公众信息 就是看得见的 可以查得着的 我至于被人家曲解 这个媒体很容易曲解 对吧 曲解的意思 那可能对这个考古队 有些这个考古队 有点伤害 他觉得我说话中了 对 反正是疯传 说您怀疑 说那几个魏武王的那个牌 可能是在黑市上 德国办案弄来的 那怎么就放在墓里去了 不是 是这样 就是他在第一次发布会的时候呢 他六道证据中的 这个最重要的证据呢 那个报纸上写的是 从这个盗墓分子中 手中缴获的 我说这个缴获的 您是搞考古的 如果不是你 亲手这么挖出来的 你肯定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作为旁证是可以的 如果你作为铁证 那么他就 就是证据力不够 按照证据的这个原则上 我是一个 跟老百姓一样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 他有的时候 你比如像这个 后来不是已经人家做了一种解释吗 一共是八块 其中有一块 是从盗墓 这个人手里头缴回来 那么实际上 他这个整个论证过程当中 他主要是根据的还是那几块 但是他没有这么交代 对啊 我就说 其实像这种误解啊 解释过以后吧 就可以了 但是他还是不信 还是不信 所以他就引发了另外一些问题了 你说这另外的问题是挺可怕的 就是说 公信力 现在民众开始 你看我觉得这么怀疑啊 是很让人可怕的 对 就是说如果说 我怀疑你这个考古队员 你们协同作假 能把这石盘从哪弄来 然后埋在这个墓里 再自个儿挖出来 我觉得那这个社会还能信什么呢 对 他这个 我刚才不是说吗 你程序上一定要准备充分 比如有人质疑的时候 你马上说一二三四 那我们看到的报纸上 就是我们看到新闻媒体不是这样报道的 比如 我被人家误认为质疑这件事的时候 我还得这么说 我被人家已经被人家误认为 在我看来吧 就整个这件事件 用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新词 就是被真假 被上 所以我们都在被 被曹操 我们今天被请来了 但是他在这个解释当中呢 有一个什么呢 他就开始说 你比如马上 那个就是淘谷队的上金山 他就说出来就说 这个这个 上金山先生岁数也很大了啊 就是我对他也是很尊重 他说这是我亲手挖出来的 好 这没有问题了吧 隔了两天报纸 又穿出一农妇来 也是咱们的报纸 这报纸都在这 你可以看 农妇那说 是我挖出来的 你这就马上就出问题 你自己还没统一呢 所以我说 为什么你要准备充分 经得起别人去问呢 但是就说 为什么这个石盘 不是有会有人放在里面的 这个可能性不存在吗 完全 我认为是不存在的 因为是这样啊 你想 就是说 这个 你要说一定有可能 那也可以 你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东西丢了 被小偷拿走了 公安局破案了 结果送了就换了一个假的 但是你说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另外你知道 这一个发掘是一年多 你要知道是700多平方米 深15米 如果是造一个假的话 你想这工程量都有多大 而且发掘的时候是几十个人啊 所以你这个就是说 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啊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做那个 比方说那石盘做奖的话 他得需要很深的这种历史知识啊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是有人能做假 他太有才了 而且他有这么有才的话 他就干这种事太取材了 但是马星人平常收藏文物 咱可看见 中国做真的东西质量不过关 做假的东西 那只能骗过很多行家啊 但是你知道 骗不了考古学家 为什么 因为考古学 他有一个叫地层学 就这种地层学啊 他之所以和那种一般的辩位 不一样是在哪呢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科学发掘出土的呢 因为他是有地层学在这 他是有一套规范的 比方我出在这个地层里头 那你说你怎么 外个人是不可能放到这个地层里面的 不是不是 齐教授是这样 就是说他这个木啊 如果说这个木没被搅扰过 那就非常容易证明这件事 这个木是多次被搅扰 而且近年多次被搅扰 里头一开始说嘛 什么方便面的皮子 火腿糖的皮子 香烟盒 什么都有 所以他这里头被反复搅扰 不是 其实这个吧 不奇怪 因为什么我自己发掘的木里头都有 比方说 哇哈哈 AD 盖奶 然后黄河牌 这个啤酒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 红打山香烟 有个盗木的吧 对 那为什么说 那个 盗扰了 没关系 因为考古发掘 所以他主要是什么 就是饶土和原来的或者不同时代的饶品 是不是一样 是能够区别的 能区别的 对 是能够区别的 它有个叫地层学 我以前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这个对 宋代层 唐代层 东汉层 如果说他做一个假的东西 他把它埋到这个东汉层里头 大家认为这可以啊 考古学一看就看出来 因为什么呢 你一定得从八 你才能进去吧 这就出现了一个打破关系 所以我不能因为你在东汉层这个深度 我就认为你是这个 所以科学发掘它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 我就想不去探讨它整个挖掘的这个过程 我们不去探讨它一个过程 我只是说 你这么重大的一个事 你是不是显得过于匆忙 向社会公布这个成果 对吧 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 他们今天引发这么大社会的这个质疑 而且一开始质疑的时候 马上态度又不好 就是说我不是来解释你这个质疑 我是先犯活 你们都是外行 不要去什么 这就有问题 你作为内行 你首先要回答公众 就是一般性问题 不是专业性问题 其次你要回答专业性问题 所有的专家不利于你的政绩 是不是能够提出来跟你说 这里不是不是所有的证据的证明 是有利的 有的地方是还是对它不利 这我是听一个考古学家讲的 就是说 我要是跟你说清楚一个细节 跟你这个外行的这个公众要解释 那可能一集节目的时间三十分钟 我也讲不完一个事 就这他也好像媒体现在也不是很关心 这种更进一步的一些事情 对 其实这个吧 我想是这样 就是你比如说 哥德巴哈猜想 就数学这样一个问题 你说是让一个人把它 让公众都给讲 讲的都能够听懂 有的时候确实很难 那得讲很长时间 没错 所以这就是说这问题 我记得就是 你看英国有个大哲学家 叫罗素 那他就搞这种 用逻辑证明数学什么的 他最讲究这个严谨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科学家 因为呢 从逻辑上讲吧 对于一个问题 可也不是说科学家 就一定掌握绝对真理 但是你相信科学家 比相信外行啊 这个概率 要大很多 要大很多 这就是我们相信科学家的理由 可是现在呢 咱们公众也看到的 许许多多这几年出的事 让我们觉得这概率啊 有点走偏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最近看见南方都市报 有一个长平先生 写的这个评论啊 我很注意 他的意思是说啊 说这个考古所的所长 王威老先生 还是说好像虚怀若骨啊 就讲啊 公众之所以这么怀疑 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啊 没有做好 就我们的很多专业知识啊 没有能够好像让大家听懂 没有注意 这个宣传普及 但是长平指出啊 他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是 大家质疑的 不是你的专业知识 是现在大家质疑啊 这个学术清白 比如说我感觉到啊 我在南方周末 在很多关于这个挖掘过程的报道里啊 我感觉到一种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考古队啊 他是有很胶着的心情 要挖一个草草木出来 比如说那个河南文物局 那个前局长叫常传简 他们说一个细节 就挖之前 好像跟祷告似的 这个魏武帝啊 这个我们要挖了 是为了保护好你啊 当然我这个敬畏的态度 我是完全认同的啊 但是我觉得要真实学者的话 应该说 如果您是魏武帝的墓啊 我们要打扰您了 如果是不是 也请您谅解 我们想巴巴看是不是 对吧 而且他这个里边 评论里还提出啊 他说我个人愿意相信 这就是草草草木 因为他说我总难相信 不至于说我们考古学者的学术良心 堕落到这程度 他说但是他这个问题在于啊 说为什么大家伙这么怀疑呢 为什么 因为呢 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独立的学术项目 一个考古项目 我们现在发现呢 你需要跟行政长官 需要经费 那么这个行政长官的个人意志 对你的这个发掘 是不是有一定的连带关系 这个您怎么理解 其实啊我觉得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说它是被真假 被商业了呢 其实这个事情啊 你比如说啊 我们都其实都很清楚 它是一个抢救性发掘 什么叫抢救性发掘呢 就这个木已经被盗了 没有办法我们要去挖去 嗯 是不是 那在那个挖的 开始说仅仅是变了抢救 把它挖了 对 那么这些事情是连带以后组的 就这个阴格关系是这样 我相信你说的那些 或者是有些媒体说的一些 可能都是对的 但是这个阴格关系也现在有点乱了 阴格关系 有点乱了 您说您好像一年前 您早就知道这个事情 考古学界内 而且恰恰是在去年 现在说是去年的事 那时候我带的学生 就在安阳实习 而我们实习 当然不是和这个是没关系了 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在怀疑 就是操操弩 其实啊 在挖之前就怀疑是操操弩了 因为按照考古学 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些东西啊 就怀疑可能是了 但是那个 因为那个是不行的 因为咱们说句话 其实这个一般说是盖棺定论 考古学应该是开棺定论 其实开棺也不一定能定论 是吧 盖棺也不一定能定论 但是没有没有做嘛 所以他一开始的本身 我想和这个事未必有关系 但是一提出是操操木了 这可就很难说了 就涉及到很多利益的问题 对 是吧 你刚才说那个 那你操操木 不有人算什么4.2个亿 4.2个亿 挺奇怪 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这个问题 这怎么提出来的 咱们不说他怎么算的 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来 哎呦 我可知道 我这两天听他们去那采访的记者讲 是当地村民啊 也是一惊一乍啊 一开始欢欣鼓舞 说操操木发现了 这个旅游业啊 准备摆摊开店了 对吧 这几天听说都吓草劫了 为什么啊 说认定这是操操木了 说是这个公安开水来问了 谁家里藏东西了 可能家家都说过 这人吓得 这人怎么传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就说嘛 就是如果是把一个喜剧变成悲剧 最后再变成一种闹剧的话吧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但是您说您是这个考古 这个考古队的考古学者 他跟地方的经济利益 他没有利益上的这个这个瓜葛吗 我这个我可以说 就是我不敢说所有的都没有 但是考古是这样 就是到一个地方进行科学的发掘 发掘完了进行严肃认真的整理 写出报告 完了 提供给大家研究 至于这个其他的事 和我们没关系了 比方说我这个做考古的 包括我们学生经常人问 哎呀 你干考古的 说不定里面你发大财了 我们就哭笑不得 我们挖了多少东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你说和别人有没有关系 这可就难说了 你比如说安阳 如果是挖出个曹操木来 将来这就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热点吧 对 但是别人的心态是什么样 你们不去推测 我觉得齐教授还真是一个学者风范 就是是一好人 但是呢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呢 你首先地方政府不应该回避 他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要是我是安阳政府 我就说了 如果这是曹操木 我就就此 我就获得巨大的经济价值 你首先不要回避 其实说也没什么 对也没什么 那作为考古呢 首先不能匆忙 如果咱们这么说 如果这不认定是曹操木 他有这么快就把这个学术成果就公布吗 报告还没完呢吧 考古的报告还没出来呢 不是 这个倒是一个误解 他过于急 肯定是被这个事推动的 这个事他也不能回避 作为考古 他之间有没有联系 这我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说他一般情况下 你比如新闻发布会 你要等报告啊 可以这么说 等三年 等三年 那还想 现在二十年 都等了一千八百年 二十三十年 这个报告没写出来 他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就是在公布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里边啊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原因在那 这我就没有办法去推测 而且这个齐教授 您可以回忆他当时公布的情况 公布的时候 这个条幅并没有写曹操木 他没有写曹操木 就是公布的时候 你注意看 这里全部都有照片 这个这个为证啊 公布的前一开始 疑似曹操木 这个态度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在后来突然就变成 一下就肯定了 那么报纸呢 报纸都是推波助澜的 就新闻媒体啊 都说这你比如你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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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12月28号 就第一次的报纸 那上来的标题的斗志呢 上来就是 这就是曹操木 没别的 然后呢就变成说这个 你看啊 对 公众认议论 你敢说他是曹操 就敢说旁边那女的是貂蝉 对 公众肯定是这个态度 那么 那么 你看啊 这是最早的报道 最早的报道 这里就是曹操木 这是肯定 这是1月28号 不是12月28号 就是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曹操木 然后呢 这个 社科院就说 安阳曹操木 政绩语足够 这是第二次的 重要的报道 第三次已经变成这个了 曹操木 尚未盖管定路 对 你现在就 这个是最 说起来 这个等级最高 没错 你让公众怎么去分辨 对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是媒体的责任 为什么讲 因为你用这个作为标题 用这个作为标题 这是你的理解 并不代表人家本身的理解 因为他就是 现在吧 他把这种 这个题目多雷人呢 这就是曹操木 是不是 曹操木 这就是什么 你比如说 像这个 说是上位盖棺定论 这一下就觉得 哟 曹操街是不是又出现了 这种不同意见了 对 不同声音了 但是因为这我没有看 我在网上我看了这些 这些东西 其实也不是那样 所以这样的话 你说 现在我觉得这个事 有点乱了 现在 因果关系也乱了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大家对什么都不信 大家对什么都不信 对 这个非常可笑 那这个乱 我刚才说 我们出什么问题 我做事都这个态度 出什么问题 首先检讨自己 不要检讨社会 就是都社会对我不公平 不是这个事 我们考古专业工作者 你以你的清白之身 做了这么多年 那么你怎么向社会公布的时候 要考虑周全 为什么这么急的出去 对不对 你 我都觉得 那天我在底下私下说 我说这个事 如果让我来管 我肯定 这个 这个 延迟半年 做好全部的准备 然后我再向社会说 我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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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愿意看 我可以给您看 就是 他 光这一个铁证的来源 有多种 我们相信谁 就是 我觉得 就连我 比如说我自己看 我们相信 这些报道我也在看 我看完了之后 我发现这些报道都在走样 走 每一个记者写的 好像都不一样 关注点不一样 是吧 他关注点不一样 但是话是不是 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考古学 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以取它的一部分 你要取它的 对 你取它的一部分 你这样的话 不就造成了一个什么 就是大家觉得 哟 怎么是这样 你看你既说证据已经足够 又说上位盖棺定论 实际 你要是在他的那篇文章 那个当时那个发布会 你都可以找到这话 但你那么看的话 他可就 可就变成两个标题 就不一样了 哦 是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分析分析 将三人广告之后见 为什么您说 您没去 这曹操木倒好了 因为啊 我就看 就是我在这个 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 不有网友提问题吗 其中有一个说 哎呀 河南人给你多少钱了 你气得忽悠 所以我没去啊 还好 我记得我还说不清楚了 您说这个 我倒是想 就河南文物的 这个工作 这个考古工作者 我老在 也是在报道当中了 我感觉到 他们的一种心情 比如说那个 常言不懈的 那个老局长 他就说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可这篮子里老师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 着急啊 着急啊 但是这种着急 会不会导致 学术上有偏差 你说这种 这个着急 当然会 当然会 但是啊 其实啊 就是这个 这个 有的时候 大家不太 这个了解 说考古 你们就是挖木的 其实考古啊 考古挖木 是只是一部分 另外那挖木 也不是挖宝 另外其实考古 的是最反对 挖木的 为什么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陕西当年就是要挖这个 这个钱林 因为我们挖钱林 你看我们现在兵马俑的 这个游客在逐渐减少 我们现在缺乏一个新的热点 那么我们把钱林挖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开始这个旅游嘛 这是从这个考虑 当时站出来 反对 都是搞考古的 这个这个 实际上这个情况是这样 但是你要说 有一些地方政府 他的想法 可未必是这样 所以要怪不得 主要是 现在大家 我觉得都戴了有色眼镜 但是呢 你比如说 我也听见有人说了 说考古工作者很艰苦 就像您说的 说他有什么利益关系 他挣不着什么钱 但是呢 有人说了 正是因为他这么艰苦 他挣不着什么钱 他在想 借一个机会 借一个机会 会不会是 咱知道好多 所谓的文物大家 这些年都见着了 人家给钱 就给人家开证书 写鉴定了自己的大名 写在上面 我觉得这些新闻的出现 也是让我们公众 怀疑的一个 十分之一